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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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什么 六道烈焰 你先去中枢塔 这里我的应用 别跑 小玉 别打了 他们的机甲太强了 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输的 你让开 小玉 你这样是去送死啊 难道你有李易牺牲的毫无意义吗 对 我们先走吧 不要犹豫了 小玉 可恶 你 我 家境 小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灵异呢 灵异到哪去了 想不到灵异竟然牺牲了自己制造出爆裂机神 爸爸 我求求你 救救灵异吧 救救灵异 我用的因为爆裂机神的能量非常强大 如果勉强合成的话 不仅会彻底破坏圣光神恶 而且对驾驶员的伤害也非常大 恐怕灵异它 祝我 小宇 你要干什么 我现在就樊心收拾他们 我把你放下了 你疯了 虽然你的爆裂机神力量非常强大 但是邪灵组织的机甲能力已经全面提升了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打败他们的 但是灵异他 我绝对不能就这样放过他们 颜语 别冲动 我知道你想为灵异报仇 但是我们和邪灵的力量相差太远了 这回纵死的 对 我们一起再想想办法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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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帅 中枢计算机找到了没有 报告统帅 我们已经搜走了整座中枢塔 都没有发现中枢计算机的踪影 不可能 数据显示中枢计算机明明就在这里 传令下去 扩大搜索的范围 将中枢塔内温度最低的地方给我找出来 这 废话少说 我说的去做 是 董帅 向荣巴比 在找到中枢计算机之前 你们一定要加强中枢塔的防卫 绝不可以让那帮臭小子有机可乘 放心吧 洛莎董帅 属下已经派出了机甲 倒在中枢塔外守着 可是言语他们现在有了爆裂机神 一般的蚂蚁机甲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况且中枢塔这么大 我们又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攻进来 放心吧 我自有办法 看你那可怜的样子 要是肯归顺我的话就不用吃这些苦了 你这个叛徒 中枢塔现在已经落入我的手中 中枢计算机早晚也是我的 你还是别做无谓的挣扎 乖乖将怒海兽神交出来 你别吃些妄想了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将怒海兽神交给你的 是吗 你可别忘了 向荣还在我手上 什么 极有自理 还有 你一日不交出怒海兽神就别想离开这 你自己好好考虑清楚吧 谁 我终于找到你了 向荣 你快逃 其实希特统帅是没 你不用说了 我什么都知道 要逃的是你 我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去做 是你们 你要到哪里去 你怎么回事啊 你们让开 别傻了 你以为凭你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对付邪灵组织 为灵异报仇吗 没错 而且你在刚刚得到了冒天精神 还不能很好的控制力 你不要那么冲动 那就是说 只要我能打败你们 就证明我有这个能力了 你们别拦着我 我们是不会让你去送死的 如果你一定要过去的话 你别被我们不客气了 下劲 快 灵控审刺 下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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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加剑 好强的力量 我的灵魂上次竟然一点用也没有 你不是暴力精神的对手 赶快让开 不 你以为灵魂牺牲了 就只有你一个人伤心 只有你一个人想报仇吗 你这样去冻死 那灵魂救你还有什么意义 我绝对不可以让你过去 吃人抓鸡 来 小眼 快住手 你不要忘了 你的暴力精神不得只是你的 它还属于灵异 不过灵异赛 它也不再让你这么做的 你们错了 现在 血灵组织已经得到了中枢塔 使剑很快就会落入他们的手里 我要去战斗 不是为灵异放手 而是要阻止血灵组织 利用忠实计算机的能量去破坏使剑 所以如果灵异赛的话 它也一定会这样做的 湘云 不过灵异 记录 记录 嘉靖 你快让开 如今只有我的暴力精神才能阻止这一箭 不 小眼 我们已经失去灵异了 难道你还要我们连你也失去吗 对 既然我们是同伴 有什么困难就让我们一起去面对吧 我们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 只要我们齐心合力 一定可以打败邪灵组织的 罗沙同帅 侦察到中枢塔中最寒冷的位置了 好 马上显示 想不到真正的中枢计算机竟然被收藏在地底下 罗沙同帅 为什么你这么肯定中枢计算机就在地下 中枢计算机支撑着整个金波城的能量长期运行 但是运行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热量 所以中枢计算机一定要靠冷却系统来维持的 金波城那群科学家果然想得周到 竟然把中枢计算机收藏在这么隐蔽的地方 还是统帅聪明 但是统帅 照这个中枢塔地形图来看 完全没有通往地底的通道 想要通道还不容易 姐 是你的火钻钢码表演的时候了 罗沙同帅就交给我吧 你在干什么 我只是想来问问你 罗沙统帅下了什么命令 这跟你无关 滚开 放开我 我真不明白 为什么罗沙统帅还会用你这种人 你把希特已经死了 你以为你在邪灵还有什么地位 赶快滚出邪灵组织吧 你说什么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原来你们在这里 快过来 有了新发现 我们刚刚对金魔城进行了一次能量搜查 发现到现在为止 金魔城的能源供应仍以一切正常 不可能 我亲眼看到邪灵组织攻进了中枢塔 他们没可能不占领中枢计算机的 其实真正的中枢计算机被收藏在中枢塔的地底下 照现在的情况来看 邪灵组织还没有发现真正的中枢计算机 看来金魔城还有一丝希望 那我们赶快赶过去 慢着 虽然中枢计算机还没有落到邪灵手中 但中枢塔守卫一定很森严 你们绝对不能就这样杀进去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尽全力保护好中枢计算机 就算要把它毁掉 也绝不能让邪灵组织得到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好 只要火钻钢马将信道打通 中枢计算机就是我们的了 叻叻叻叻叻 可惡 又是那群小鬼 挡住他们 你们在通道打通之前绝对不能被他们闯进来 是 小鬼 还敢来生死吗 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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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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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会为小语挣取时间 那是如何 要打败你 小语 接下来就靠你了 快 可恶 还有两个 谁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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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